航班被改签,地界放鸽子,与司机交流有障碍,知情人士透露,三名在中非共和国预派的俄罗斯记者,从行程一开始就遭遇各种阻碍。 7月30日,俄罗斯记者贾麦雷,奥坎,Jamael制片人拉斯托尔古耶夫,Alexander,Rastogayem和摄像师拉德琴科,Kiria,Redchampu 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级以北200多公里的西部市附近遭遇附近身亡,三人员计划在中非拍摄关于俄罗斯雇佣兵的影片。 据路透社8月4日报道,摄像师拉德琴科的密誉以及派遣三人前往中备的透露,三名记者军不会说法语,由于好班连是改弦,三人一度与地界失联,抵达目的地后无人接应。 据悉,一名自称马丁的当地地街,负责安排三名记者的行程,但当三人从莫斯科抵达卡萨布兰卡后,从卡萨布兰卡前往班级的航班被临时改签,最终三人比原计划提前两天抵达。 到班级后,三名记者联系不上马丁,机场也无人接应,因为按照原计划,司机英语两天后前往机场接机,最终三名记者辗转联系到马丁,并在班级是与司机碰头。 拉德琴科的密友说,拉德琴科把短信告诉他,司机的英语不好,而他们三人都不会说法语,沟通有障碍。 7月30日,三名记者和司机驾车,前往距离班级400公里,德班巴里与马丁会合。 拉德琴科的密友说,拉德琴科抱怨经常联系不上马丁,派遣三人前往中飞的副主编高西科娃。 安娜斯高姐,波士科威也表示,马丁经常时隔很久才回复短信。 高西科娃趁着三名记者没有微信电话,但有两人使用当地电话卡。 同事们最后一次联系上马丁事事发前的周六,此后就再也无法联系马丁。 拉德琴科的密友和数人称,在拉德琴科遇害后的周二,拉德琴科的俄罗斯电话号码突然上线,而他的Telegram通讯账号也出现移动。 有人删除了一段聊天记录,目前俄罗斯当局正在对三名记者被杀一事展开刑事调查。 周五,俄外交部趁初步调查显示,这三名记者是在遭遇抢劫时被杀害的。 此前,中非共和国政府发言人表示,三名遇害者是在车上遭九名武装人员的杀害。 去倾存司机所述,武装人员想要抢夺他们的设备。 其中一名记者奋起反抗,武装负子随即开枪,当场打死一人。 另外两人伤重不治,俄罗斯官员认为这三名记者在采访前,没有为应对当地的危险环境,做好充足准备。 资助此次采访项目大额前首付,逃到欧洲的霍多尔科夫斯基·德川,参与采访的记者军事资深战地记者,在行程中也得到了所需的各种资源。 三人员顶的拍摄目标,是俄罗斯斯营军事公司瓦格纳集团,Webner Group瓦格纳集团一直积极投身,于是利亚和乌克兰地区的武装冲突,也把成员送到了中非共和国和苏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,别忘了按赞哦。